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大家好 今天受提吴氏直擊 大家要問問題也可以打231083399 今日中港股市做得比較差 上證中五收報2936點跌74年 跌幅有2.4% 港股跌幅少些 跌1.6% 暫時報28303點跌471點 今日有一些重牛症 已經殺了 牛熊街貨方面的重倉位 215就殺了 1167張 204也殺了 566張 983也殺了 992張 982應該還未 因為今天低位 也殺了 981.94 982 509張也殺了 如果這樣說 加起來 剛才我沒有報286 因為很近 很細 179張 其實已經殺了 連環5棍 202 203 204 205 206 加起來 都應該有3200 3200 重的都殺了 對 殺了 至於個股方面 現在活躍成交壓榜上 大部份都是跌的 跌得最多的 又有一隻 貫折科技跌兩成 金碟又衰 金碟又跌得多 跌一成二 另外安踏被追擊 有追擊嗎 對 看哪隻 先看一隻 跌得多 雖然903日 平時少人關注 平時少看 近期就 多一點人關注 比起之前 因為它 股價創了6年的高位 今天就急吐了 現在就跌兩成 今早 早市前 有十手 總共有4.2億股 非自動對盤 作價是1.048至1.049 涉及4.47億元 今早有個大手上板 大動了股額 大家都跟股下來 那就是很大的折讓 1.48億元 1.49億元 其實最低位 都是去到1.62億元 但其實你想想 現在 2.12億元 都已經跌了兩成 即是說 上個交易日 2.68億元 左右收市 如果做到1.4億元 其實都是折讓 4.5成左右 來大減持 今天其實成交量 你剛才說的 4.2億股 現在才4.45億股 即是說 其實真的集中了 在開始時段做 如果有課的朋友 其實是否都要考慮減持 考慮減持 現在似乎跌完之後 又上得回去 如果完全是看圖 較早之前的1.96億元 確實是突破了上去 我只可以說 以這一刻的圖 因為不知道 回頭下 會不會再試低一點 以這一刻 仍然叫做突破當中 但卻沒有半個月的升幅 但亦都這樣說 即是說突破當中 是否代表維持 但你又想想維持 是為甚麼 因為無緣無故 這樣叫做 升足整個月之後 突然一天 可以說是洗清了 今天的日起升 是完全是oration 等於整個月的最低位 剛剛 你可以看到 較早前 今年的低位 完全是avam 曾經一度�eren 這個存在崖 QUEST wp 後市你想等甚麼呢 你真是認真想想 究竟是等它稍為再反彈多十格八格 來走 還是會否讓你等到破頂再繼續上 我想後者會發生的可能性 就真是少之又少 是 最多不再繼續跌下去都算好 是 沒錯 如果你真的選擇去留低 再去看定一點 我想你不要 一來1.96% 如果再穿就沒得好說 第二就是 你見到今天這麼大的沽壓 我看你接下來 再留低也拼不到甚麼 是的 大手上板 應該持有得比較多貨的投資者 是的 現在比較危險 另外跌得多的是 金碟和安踏 金碟今早也說過 就發了一個刑警 所以股價都一路就下走 曾經有低見6.66元 現在稍微升上一點 6.99元 但仍然跌12% 沒錯 在業績上令人驚訝 最低位是6.66元 現在稍微升上一點 但仍然無礙於 我認為它穿了4次底位 8元的位置已經是2個月以來4度下市 既然是一個明確地跳空低走 現在連開始位都未收到 7.08元開始 現在是6.98元 即是大成交之下低開低走 那管曾經低走的一部分跌幅已經收復了 但總不是一個揚足 也總不能夠看好為一個叫做利好 所以我想這些都是看它日中可以彈上哪些位置 趕快走人 未買就不要買 是的 另一隻的安踏 今天跌得比較多 跌7% 51.2元 就是因為 被沽空機構運水的研究報告 質疑它的財務造假 股價曾經跌近9% 現在就去到51.2元的位置 也都是一天穿了幾條 10天、20天、50天的軍線 又這樣說 其實真的有少少需要提防一下 如果這個 即是純粹端鼓 如果這個行業 接二連三有不同的股工機構去攻擊 甚至乎某幾間公司已經中過好幾次 他之前都有 是不是真的這麼熱門地被人追擊呢 究竟是否因為他真的有些東西被人發現了呢 有GMT曾經攻擊過三間 後來又有提到其他特部 361度那些 曾經都牽涉在內 安踏其實自己中過幾間 亦都自己中過幾次 如果股價再上到這麼高位 確實我就擔心 一而再再而三這樣被人追擊 我想第一站 首先看看47度的位置 你看不是很遠 只有五月尾 其實他也是熱門之損利 當時已經是一個沽空機構的追擊情況 幾間都沽空他 是啊 所以 又變成了 回頭 可能當時 被人追擊後 都可以彈回於時乎 你覺得很安心 覺得他還可以 但是這麼快 又再被追擊 我覺得大家需要有一點點戒心 上次那間叫南瓶 Blue Orca 今次就輪到渾水 老實 渾水出名很多 是啊 要看真一下 究竟那個詳細 沽空報告說些甚麼 嗯 首先他本身沒有一些實質的證據 可以證明到真是 但是起碼見到股價的反應 現在就不是那麼好 起碼都不要撈住 提回一些報告上提及的一些內容 渾水在公報告裡面提到 在運營和營銷方面 他都覺得 有一點點值得關注的地方 覺得 財務狀況明顯 是屬於要關注的 同時間最主要的指控是 秘密控制至少27家經銷商 會否導致中間的運營過分良好呢 又或者會否因為你秘密控制一些經銷商 而欺詐性地提高所謂的利潤率呢 即是數字有造假 就質疑他是 是的 他亦都提及到 去懷疑到一些銷量的數字上 似乎所說的這些經銷商 還要說是27家受控的經銷商裡頭 25家是他們的一級經銷商 簡單說都是擔心 利潤率方面是造出來的 是的 暫時不太看好 不過你又沒有跌得太厲害 比起上次波斯登被追擊 是的 如果這麼多間都 故意每個人都追擊安踏 那就真的要小心一點 真的要小心 即是他是特別受著這個目標 已經是兩個月裡頭兩次 還要不同人 一次 即是兩個不同的報告裡頭 如果是同一個人 同一個人 我可能覺得 嘩 好像為甚麼死針著他 兩個都針著 就好像真的要研究一下 細心看清楚 才會再去罵底 暫時見到大家還未說有打算罵這隻 大家正在問有幾隻想罵 就有隻 軒嵐問175 可不可以罵 175最近被大行又開始唱淡 之前通常是大摩唱 現在連花旗都唱了一份 都跌了幾天 現在繼續跌 現在跌到12.22 12.22 其實是近6月的一個低位 12.16 準備算了 12.18 挺有危險 公司方面的銷售數據 暫時未見到 差不多是時候出的 應該都是這兩天 有機會 是這兩天 有機會看今天會不會出 可不可以罵呢 我就覺得一般 一來就出了再說 出律賣 可能再下跌也未下跌 現在已經去到一個很境界的水平 上個交易日你以為便宜了 怎知道今天再便宜一些 其實怎會可能罵呢 軍線上其實都是空頭排列的 亦都是很離淡的一個走勢 你博反彈 就真的變成了試倍功半 如果再穿12.16 12.18 更加知道 去到一月份的低位就麻煩 是的 而且因為數據 暫時都 預期不是太理想 頭五個月才是全年銷售目標的37% 如果要達到半年的目標 暫時都很有難度 暫時就 沒錯 然後他想進入就不建議 我們就這樣 Emilio就說他存放了 13元存放了 是否要保留呢 繼續保留呢 最好就等待能夠跌穿12.16 就更加更加放心 好 現在就剛剛半日市的時候 恒指半日收報28,301點 跌473點 我們休息一會 大家都可以打231083399 跟我們聊聊 回到節目時間 現在看到活躍成交押榜上 跌得多的 接科技下跌兩成 金碟發營警下跌一成二 被股東機構渾水追擊的安達跌7% 至於做得好一點 只有兩隻 只有兩隻 有得升 中淫香港升9% 新城發展升5% 先看看中淫 我見到Eric說想入 可否進入 中淫今早 其實就記錄了兩個位置給大家 一個就是陰燭的頂位 就是18.1 一個就是低位13.78 分別就是這兩個位 18.1 以及13.78 目前收18.2升9.2 分別是200分點 看回成交不小的 不過當然不夠那兩天 比較大波動的成交 但是能夠站穩到18.1 屬於初步的改善跡象 我這樣看 關注收市的情況 如果收市真的站穩的 到時買了 你會比較明確一點 可以用18.1來做防守 如果收不到18.1的話 那就不要賣了 因為你的止蝕價 就會去13.78 相對 可能下行的幅度 隨時都有4元 所以到時就不值了 再換過了 你自己看回這個界線 好 接著ChangTap Fund就問 268金碟 即是多少錢可以入 剛才我們都說 因為金碟發營景 而且沽額都大 看到底開之後 還有一個小小的陰燭 最好是多少錢都不要賣了 暫時是 因為現在 如果是一個刑警的情況之下 都重要 等到出業績 才會知道有多厲害 或者有多不厲害 通常如果刑警嚇到人 等到業績的時候 如果業績比刑警好 可能才有賣款 即是有得打 現在這樣等業績 中間都是偏弱的 下方支持未到 留意1月4日 6.1 甚至乎10月30日 大約5.9毫 你當5.3或6.1 這些位置 似乎還未能找到支持 現在這個位置已經交叉了 這些位置是6.1 再較早前 是5.9毫 所以下方我會看到這些位置 仍然是有得來淡 大家不用急著 好 接著May就想看 就是66 沒有貨 甚麼價位 值得入 今天港鐵跌0.9% 報53.3 今天就有少少的陰燭 其實基本上近期它都是 夜日升 就夜日升少少 如果入 其實港鐵都是長線的 少少的波幅 少少的價位的差異 就不是差得太多 沒錯 其實我覺得現在都OK 可以的 或者你想等一等就 一注先 然後再等就加第二注 短線來看 可能股份會稍微慢一點點 因為外圍方面 尤其是上個星期 誤出了非農業新增積櫃的數據 就比預期好 債息上升 其實會對於這些收息股份 Fortalk 或者這類型 都是會有點膽 不排除會有多一天兩天的跌幅 但肯定不是大插那一種 所以如果你可能現價做了之後 再下多少 因為這幾天 十幾個交易 全部都是一邊逐格逐格 逐步爬上來 所以嚴格來說 就很難看到哪些位 曾經有阻礙過 要留意現價 再下曾經出過唯一一支陰燭 都是大約52.8元的位置 五六日前 我想現在就算買了給你 真是這麼不幸運坐艇 下到52.8元 其實都是5毫指低價 其實都考慮得過 好 接著Chong問1475 可不可以進入呢 今早有看過日清 其實整體都是強勢的 可不可以進入 不過就看看你會否想等多一會 等它會稍微 這隻就明確一點 較早之前曾經徘徊 5.7元左右 現價再加5.7元 不過如果你問我 現價就未必賣 再加上加價的消息 會否稍微在股價上 已經反映了 之後要先消化 所以未必會得住去做 好 接著就問蒙牛 初媽還想看完 就是現價可不可以進入 2319蒙牛 現價是30.95元 幾天洋足之後 今天就陰足 也是靠近10天線的位置 10天線是30.52元 有下穿完一下 就上來 是的 這樣的話 雖然陰足 但我又覺得OK 他是問買不買 買不買 是的 即可不可以進入 買不買的話 可買可不買 因為陰足 但如果說回位置 即30.75元 仍然是暫時搜到 所以它仍然是破位當中 都是強勢的 較早之前很多一些 營運上的數字 甚至乎又出售了一個業務 其實有資金回來 未來市場對於它的前景 都是好 所以我又會覺得 其實食股份 有貨首先保持 因為沒有什麼失去 如果沒有貨的話 你可以看多天 因為肯跌的話 說不定去20天線 30.50元也未定 但是如果想急步 做一注 我覺得都可以留意 因為強勢繼續 這次突破之後 其實之前的高位是39.5元 暫時亦沒有穿到這個位置 是的 Amy想看780和1233 都是甚麼位置可以進入 780 今天就回落一點點 現在報15.44元 780 看看你是不是想看多一會 因為現在確實都是陰燭 我又不會特別叫人買東西 包括買一隻蒙牛 如果是陰燭 你可以看它 既然肯跌的話 會不會跌多一兩天 這隻的話 初步現在這些價格仍然還可以 不過其實如果再下多少少 譬如大桌五個交易日之前 開市價15.4元的位置 最好就不會失去 今天最低是15.42元 因為如果失去的話 會彎多一點點 下去隨時下15元的水平 所以如果作為短炒 譬如蒙牛 譬如780 同城藝龍 都可以再觀望多一半 還有一二三三時代 內房今天整體就差一點 時代中國就跌了3% 中午就收報14.9元 內房方面 中國經濟日報就說 只望下半年的樓市 都會用穩而緊三個字概括 即是覺得要防止房價過快上漲 亦都避免大起大落 都是穩住房價的意思 內房似乎都擔心一些 調控房價方面 內房如果真的有規模互聯互通 澳元的383跌成8個百分點 瑞安房地產272也要跌4.2個百分點 花樣年也要跌3.5個百分點 所以內房會否像你剛才所說的消息 就暫時要立多陣 懷下沽 這隻都算是跌幅比較 跑輸了同業 所以有機會下回12.3元 較早之前 整個半多月 都是14.3元 應該說14.3元 似乎現在下去的機會都很大 10天線雖然現在暫時失不復得 但不肯定是否可以這麼快看到支持 即是去到14.3元才比較有支持位 是的 順便說到1030元 對呀 1030元有彈 今天彈 自然很多人就會立即走進去 或者問一問才走進去 就問是否見底呢 例如要看較早之前 都是給大家一個價格 新城有出數據 6月實現的合同銷售金額 是295.49億人民幣 頭六個月的合同銷售金額 是1224億 同比增長28% 銷售面積也有增長 同比增長35% 數據方面好像不錯 不過問題是在於 接下來的數據還會否漂亮呢 如果借貸、營運等都出出地事 看看上日交易日的一支陰燭 最少都要清晰這支 上方當日的陰燭開市 為7.22成為了阻力 今日最高只是7.08 較現價半日市收市價 7.06 只是高了2個月 其實現在都挺貼近day high 但未曾挑戰到7.22 因此未買 我會覺得不足以確認 股份已經低位有支持 見底 反之如果有貨的朋友 當然就盡管看看7.22 可否進一步衝穿 否則6.07 依然是大家要關注的止蝕位 Poly 問100-100能否進入 今早有提及金股方面 招金暫時下跌了少許 下跌了3% 都是說要先保持 沒錯 也是 陰燭我又不會特別跟你說買 當然 趁著調整給納就是正確 因為預金價都是大漲小回 但是由於現在才是8號 而議息期是31號 其實何不在議息期前 一個星期之前 或者一個星期前 才再衝勁呢 金價既然肯下跌 又是因為數據英俊 可能起碼一個星期 還有這樣的利好在 經濟方面 金價未必那麼快 有人走進去 所以 一來看看金價 1400元企能怎樣 二來就看股份 再下跌了少許 真的出到揚足 甚至乎到時都後炒 以息會議才再進入 現在陰燭入 我怕明天還是陰燭 最後再看這個 他想問澳幼 也是問多少錢可以進入 澳幼也是近期 偶爾又破頂 回一回又破頂 但今天正在陰燭 我也會覺得 回一回才進入 大概 譬如當 20天線 20天線 差不多 20天線是15.5毫半 即是15.5毫半的位置 可以考慮 是的 可以先看 不用急 看看他幾次 都是20天線托 是的 5月份是穿一穿 但6月份起 看看今次是否要測試 好 今天中午這一節到這裡 我們下午3時15分 再和大家見面 下午見 拜拜 我們下午說 計號 感覺 感測 懶 武力 著 李 keys 勝